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有一个加密通讯的软体叫Telegram 全球的用户将近10亿人 而创办人也是他的执行长 是一位俄罗斯商人杜洛夫 他达成4人专机到法国的时候 却被逮捕 法国是以Telegram的平台 助长了洗钱毒品交易 把杜洛夫以共犯罪名逮捕 他将会在法国出庭 如果这项罪名成立 他最高会面临20年的刑期 而Telegram立刻发出5点声明 总之强调这个平台一切手法 执行长没有任何隐瞒 现年39岁的通讯软体 Telegram创办人兼执行长杜洛夫 24号搭乘私人飞机到法国 没想到立刻遭到法国政府 以贩毒儿童犯罪 诈欺洗钱等罪名的共犯逮捕 根据法国媒体报道 杜洛夫目前被拘留在 位于南泰尔的这栋内政部大楼 俄罗斯驻法大使馆已经开始动作 要求确保杜洛夫的法律权利 并提出探视要求 但目前法国人坚持 不让杜洛夫与俄国大使馆人员接触 杜洛夫创立的Telegram加密通讯软体 拥有近10亿用户 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具有高度影响力 但由于高度保护隐私 许多用户难以被追踪 加上Telegram对执法单位的态度相当强硬 导致许多案件调查卡关 也让Telegram成为犯罪活动温床 Telegram对此发出五点声明 强调公司遵守欧盟法律 包括数位服务法 执行长杜洛夫经常到欧洲各地旅行 一切没有任何隐瞒 但杜洛夫的罪名如果成立 将在法国面临最高20年徒刑 网路言论自由引爆的大小争议不断 英国7月底发生17岁青少年 闯入儿童舞蹈班 石刀进行攻击 导致三名儿童死亡 网路谣传行凶者是穆斯林非法移民 让全英国出现暴力抗议 这场极右派民粹暴动 8月初在全英国街头上演 现在罪魁祸首抓到了 散播谣言者竟然远在 6000公里外的巴基斯坦 当局上周逮捕一名 叫做阿西夫的男子 现年32岁 是一名自由接案的网路开发人员 他被指控在YouTube和脸书上 散播假讯息 他在受审时坦诚发了假新闻 但强调消息来源是英国社交媒体 没有查证下在自己经营的 X社群上转发 骚乱发生后他删除报道 但为11万 巴基斯坦近期出现网路不稳问题 当地媒体报道指出 过去几周网速下降幅度 达40% 路边做了一整排的外送员 盯着手机发愁 因为网路太缓慢 他们接不到单 或是因为接单太慢 被取消 巴基斯坦软体公司IT协会上周声明指出 国家实施的防火墙导致网路中断 让该国经济损失上砍3亿美金 从去年前总理被捕引发抗争后 巴基斯坦政府以封锁网路 控制TikTok等平台 钳制社群媒体的言论自由 但该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 将这波网路不稳归咎于海底电缆故障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塔克马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24号 因为遭到网路攻击 导致机场信头中断 机场大厅急满排队旅客 西雅图塔克马国际机场24号凌晨 就开始发生网路中断问题 甚至连电话都打不通 截至当晚8点 仍有航班受到影响 估计目前至少247架航班延误 6个航班取消 当局已经发出通知 呼吁旅客出发前先查明航班动态 但目前系统何时能恢复 以及这次网工的规模都还不清楚 机场系统遭受网路攻击 严重可能引发飞安事件 目前西雅图塔克马国际机场 正努力协助受影响的旅客 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尚未作出回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